今天小林探花为大家讲解下外星人佛图成的故事 故事的主线是来自于正式 我们可以看到维基百科里 是不主观判断故事的真伪的 所有的神话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博学的人只看故事的好处 允许百家争鸣才不会错过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 文化就是茶购喝多了总是有的 正文正是斋戒的日子 后照国度夜城河北林璋外的一条小河边 高僧佛图成正写他的肠子 他的左褥旁有个洞肠子可从中弄出来 我常想是寄生兽吗 他坐在青石上很认真地清洗着 这是他的习惯已坚持多年了 夕阳缓缓地斜照下来 水中的鱼儿悠闲地动弄着扶平 他直起身默然回头看一看 烟矮之中的暗灰色城墙 其后久久地望住冬去的流水 这位已过百岁的高僧在想什么呢 属于他的时间太长了 他看住一带过去 一带又来看住血腥和屠杀这里刚吸 那里又起他经历的人是沧桑太多了 他能从何想起呢 一切都包印在无言的注视之中 佛图成刚从西域到洛阳时 是近永家四年公元三百一十年 那时候他已八十多岁了 不过对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他本想见似传法 但正赶上前兆的流耀占据洛阳 京城内外纷纷扰扰 只得作罢引顿到山野草泽之中 静观事态发展 当时时乐正屯兵在葛北河南新蔡北 这种人蛮性未除只有在刀光剑影 在鲜艳的血流中才能得到快位 于是每一出兵必定以杀人为戏 连做梦都在杀杀杀 有许多僧人也难逃厄运 面对着四处可见被野鸭野狗吃剩的俯视白骨 佛图成再也无法等下去 内心的慈悲使他决定 该行动了他要用佛法感化石乐 于是他侧城来到石石军营附近观望着 他打探清楚石乐手下大将郭黑略 素来信奉佛法 便投奔郭家 他不能贸然去找石乐在有着嗜血本性的人群中 他得小心行事 此后黑略随石乐征战每每能预决胜负 开始石乐还以为是凑巧 后来终于犯了疑惑 忍不住问 爱卿啊 姑从未觉察到你有什么出众的志谋 但现在你能预知吉凶这是怎么回事呢 黑略见十几已到遍岸佛图城所教对他说 将军天生神武绝伦就是幽灵鬼神也来帮助你 现在有一僧人道术与智慧都了不得 他说将军会占有中原他自己应作军师 陈前后所言军事都是他教的 自然他没敢说自己以拜高僧为师并从他受诫 石乐听完顿时大喜 竟有这等好事 真是天赐 快召他来 他已急不可耐了 不久佛图城就来了 从迈进石乐军帐的第一步起 他就知道此后的岁月会是如何 漫长而又充满惊心动魄的色彩 这是他自愿的选择要弘扬道法 得借助王者之力 要普及众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仗中人物各个凶神一般主神石乐更是目露凶光 石乐见他从容自如虽然年纪明显极老 但并无龙中之态八尺之躯直映如松柏 心下便生三分敬意开口问道 佛法是什么 佛有什么灵验呢 佛图城深知像石乐这种胚子 对他说法无意对牛弹情动不好 还可能被牛抵一下 便说佛法虽然高妙深远 但也可以用浅静的事来验证一下 至于大法容我日后慢慢讲不迟 见石乐点头便取波装水烧香面皱 水中很快便生出莲花光彩夺目 这一招果然灵验 石乐当下幸福周围的人也惊呼不止 这些宿众巫术的游牧人 从未见过这样神奇的事 佛图城见石乐兴致高起来 便趁机劝谏 为王者若已得福人治国 吉祥的四灵龙凤灵归就会出现 若为正残暴多逼不详的会心就要出来 这些东西一来世运就要随之而变 自古而然 石乐一听点头称是 他虽然不杀人就不痛快 可毕竟是想追踪汉高祖的人 他要效法大汉作为一番 所以佛图城的话还能听进去 这样一来佛图城就护了不知多少生灵 中原一带许多胡人汉人纷纷信佛 佛图城也常常治疗完症 施舍激进 佛法终于开始显露微光了 然后这位佛图城呢 Y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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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到下院后遍太阳我认 Fle constants